投料交流立刻帶您關心 全球疫情加重 那麼除了各國積極搶疫苗之外 新型冠狀病毒的狡猾多變 更是讓防線是防不勝防嗎 我們來看到今天疫情指揮中心 公布了這一期 引起各界關注的 從日本境外移入的確診個案 案例913 而這名是台灣籍的三十多歲男子 過去在日本染疫 都已經康復出院了 但前後 台灣日本這兩地經過裁檢有八次 都是陰性 但沒想到今天二度被確診 今天宣布就是有一例 新生的境外移入的個案 從日本入境 編號是913 境外移入確診個案再加一 這回可不單純 個案前後採檢高達十次 一度確診在陰轉陽 由日本返回國門後 距離確診長達二十天 是否有可能在台灣染疫 剛剛檢驗出來的西醫值是36 那目前研判 當然還是以他在日本這邊感染的 可能性還是比較高 病毒量並不高 但染疫過程相當曲折 案913是一名本國籍三十多歲男性 去年一月到日本工作 十二月二十五號 在當地醫院採檢後確診 隔四天二採陰性 今年元旦解隔離出院 而個案在一月二號到六號期間 又自行採檢五次通通陰性 並在一月九號搭機返台 在機場和集中檢疫所分別採檢 兩次也都陰性 一月十一號前往防疫旅館居家檢疫 檢疫期滿後 再到另一家旅館自主健康管理 沒想到一月二十九號出現 咳嗽流鼻水腹泻症狀 再次採檢後 二月一號再度確診 指揮中心掌握一名接觸者 列為自主健康管理 最大可能性可能確實是從頭到尾就是一次 那只是最後又被我們驗到一個CT非常高的一個狀況而已 我們有機會再多做幾次的一個檢驗 包括抗體的檢驗 包括後續的PCR的再次檢驗 那可以讓我們離得更清楚一些 而專家也點出近期不逃 群聚感染個案採檢次數相當驚人 案868因為個案863在同一個病房工作 但四次採檢後直到一月十九號才確診 萬一是病毒潛伏期變長 防疫挑戰性勢必更大 醫院當前更不得不防 案908被爆出去過的桃園平鎮 一家醫院也持續大消毒 但不止院方動起來 中央也呼籲民眾十四天隔離期 無必落實避免病毒趁機擴散到社區 記者綜合報導